咖啡不要真 上个月我们做了一期上海市中心的 10块钱以下的咖啡探店挑战 想必大家也看到了 魔都人民喝咖啡有多么便利 我就看到有人说 能不能做一期很贵很贵的咖啡的探店 上期我也跟大家分析过了 就是在上海这个地方 咖啡店竞争这么激烈 你卖贵两块钱 说不定客人就去隔壁喝了 所以说说实话 想找到很贵很贵的咖啡 我也不敢能保证能不能做得到 所以说上海很贵很贵的 咖啡店的探店挑战开始 我混到他们这个旅行团中 跟着他们一起走 看一看游客 到了这边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咖啡 这个有这个曼特宁 肯尼亚 红都拉斯 铁拿铁材料是吧 一点都不贵 你们这边是主要卖手冲咖啡 对对 手冲咖啡 有没有最贵的 价格目前都是一样的 98 对 不够贵啊 可以了可以了 有没有推荐的 它数据越大的口感很明显 好的 多重一点的话可以看一下6号和7号两号 要7号吧这个我看描述的就挺好的 那我们就一个1号一个7号 1号热7号冰 你们的这个咖啡店名字怎么读啊 Holly Gucci 的确是啊就是苦尽刚来的感觉 你看刚刚上来我就已经喝了一半了 只剩下半杯了 就是你喝到嘴里面之后 是先是这种厚重的咖啡味 然后回上来的测试甜甜的味道 对对对是真的很舒服入口 值不值98 刚才你犹豫了啊 反正我这个我是毫不犹豫的 它是值得 其实是真的好喝 但是真的不错 它法式烘焙 烘焙程度比较深一点 但是它也不是说特别苦啊 我刚才喝的7号就蛮甜的 葡萄干比较好一些 这两个的话 这个你的左边的那个会深一阶是吧 对对 我看小姐姐做咖啡就是一点点的来的 对 这边的一个冲煮方式 多段式的一个中心垂取方式 对所以苦口比较独有的 难怪这么好喝 你们所有的都是这样冲的吗 大体方向是这样挤的 我们会跟着烘焙程度来调整它们的一个冲煮频率 了解了解了解 你们这个绿杯是什么材质的呀 柱子 我难怪我说你看里边就有裂纹了 对 他们说因为冲的太多了 所以说就里边就用太久就有裂纹了 但是他们说他们会定期的更换 因为他们是续杯半价嘛 所以说我就又点了个6号 刚才的7号真的太好喝太好了 真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点 它就是在日本这米咖啡店 本来就比较有名 他那个SCA就是日本咖啡精品协会 他是理事 他也写过很多书 对对对 他本身在日本的那个精品咖啡店 是很努力的 这边那个小哥哥非常热情 你们如果要来的话可以点他 他们哇很热情 这个又送了他们的这个2号 是你嘴太甜了 你老说人家咖啡好喝好喝 就是喝了三杯他们的咖啡 他们的所有的咖啡都都是 日本烘焙完之后进口过来的 就是喝完之后就是满足感 就感觉很满足 我已经忘了这个这个咖啡 就是98块钱这么贵了 说实话就是刚才他们的工作人员 也跟我们说 就是他们在刚开店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就是 卖这么贵行不行得通 但是呢现在已经开了三年半下来了 看来他们在我上海外滩这边 这样的定位 看来还是行得通的 强烈推荐他们的这个7号 准备撤了 好谢谢啊 好谢谢 拜拜 就是这个店虽然说你看 它价格的确是贵 这种咖啡店可能不是你每天都能喝的咖啡 但是呢就是 可能偶尔你就想着可以过来这个 做一座喝一喝咖啡就挺好 这边有一个这个东海咖啡馆 听老上海说这个咖啡馆应该开了好几十年了 进来看一下 因为这边最贵的咖啡是哪个 35不够贵 哈哈哈 今天的预算有点多 他们都说这个星马克这个带五角星的厉害 我们去看一看 就是想来消费的最贵的 最贵的是整瓶酒 啊 整瓶酒 一瓶酒啊 对整瓶酒的 咖啡酒的话就这里的 好的 那你就帮我点一个这个 好的 点了两杯咖啡 171块钱 不贵不贵不贵 真不贵 标不贵啊 不是不好喝 我觉得我喝了一杯酒 这个不是咖啡 这个很强烈的那种威士忌的味道 带来一丢丢的这种咖啡的味道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咖啡的范畴了 这应该是酒 我竟然放了一把日巴点了一杯酒 哎不对 他如果要是没有酒的话 我估计他也卖不到一把是吧 是这样的吧 刚刚才知道我们来错店了 这台香巴克是个酒吧 你看它那边全都是放的满墙的酒 基本上这个菜单都是调酒这个东西 哎呀来错店了 应该找一个咖啡店的 这个是个酒吧 牛老师今天伙食不错嘛 这个你就别拍了 算机关了嘛 也是 别让我们观众老爷看到嘛 对对对也是 我们上午点的咖啡那么贵 你这个午饭整个酱就行了吗 是吗 是的 不贵不贵不贵 真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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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贵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免费的赞 回血啊 陆家嘴这个金融大佬呆的地方 对面汤城一品 豪宅都是几个亿几个亿的对吧 我们看一看陆家嘴这边的咖啡有多贵 这边也有个咖啡店 你看他这个 americano美食是28 cappuccino好像30多 乐咖啡 这个店卖的这个咖啡也不贵嘛 是吧 看一下他们这个Lady M的咖啡多少钱 这边有这么多的这个像是QQ糖 你看他这边有一个气质咖啡 也就是特调咖啡的价格 也没有说太贵的拿去对吧 这边有一个piz 然后piz的话你看这个冷脆36 拿铁35 这边有一家Arabica 看一下Arabica多少钱吗在这边 咖啡拿铁卖35 美食是30 西班牙拿铁是40 是吧 Restaurant 对Restaurant 这是Restaurant 哪是Restaurant Restaurant Blue Fog Blue Fog F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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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Frog还是Frog Blue Frog Blue Frog 对 广大观众老爷们 这个毕岛的这个发音对不对啊 陆家嘴这边吃一顿饭 其实要按说的话 是稍微比市区市中心贵一些 但是呢也没有说贵到离谱的那种 这个商场怎么有两家卖这儿呢 这边有一家 楼下也有一家 我也在想 这个在陆家嘴逛了也这么长时间 其实你看嘛 咖啡也不是说非常贵 包括吃饭的话 你看吃饭其实商场 楼下的那种大食堂那种餐厅 它也其实也不是特别贵 基本上你吃一顿饭的话 从20多块钱到50多块钱都有 如果还是吃西餐的话 可能会再更贵一些 七八十块钱对吧 咖啡的话基本上就是从20级 然后到40多块钱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二零二一头等大事 冰冠疫苗 随到随打 这个现在打疫苗还还送购物券呀 我看现在每个路口都有宣传打疫苗的 观众网友们说个很丢脸的事情嘛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上一次在这边吃牛杂的时候 我点了一杯咖啡 然后我在点这杯咖啡的时候我忘记买单了 我今天特意是过来 把那个钱补上去的 说起来真的是太丢脸了 我上一次我买过一次美食我忘记买单了 我给你们说一下 上次忘了买单了 对对对 上次是我吗 好像不是一个女孩子 我来跟你们说一下 我是怎么发现我忘记买单的 那天我们不是探店吗 探完店之后 随后我们再剪视频 它的这个菜单上面写的美食是20块钱 然后我当时说我付钱付了22 然后我就去核实 我付这个钱到底是20还是22 然后我就去查了那天的账单 我查了微信和支付宝 我竟然发现我擦 我竟然没有付钱 哎 我知道 可能弹幕上现在已经是满满的老白嫖人了 但是真的不是观众老爷们 我可能只顾着在拍摄了 一是20 冰博客拿铁你们买25 搞得我都想喝一杯了 怎么这么便宜啊 最贵的椰青美12这酒 查一下 我有在B站看你的视频 不会吧 我们都不发视频呢 你怎么会在B站看视频呢 B站里面有 没有 你肯定认错人了 你们这边一天能卖多少杯咖啡 这边的话100多吧 100多杯 有点少啊 这边如果不卖个两三百杯 其实还是有点压力的对不对 小姐姐 这个椰青是我喝到过最甜的椰青 你看 一口干了 是不是嘛 这边还有个小咖啡店 欧维吉诺咖啡 我去看一下它最贵的咖啡多少钱 这边最贵的是摩卡的 那个冰沙的 最好吃的 32块钱 下次再过来喝 好的好的 以前喝过你们的美式很好喝 Frizzle 25 美式 25 30 然后 Latte 是35 40 50 这个杯子真的非常漂亮 你看我去的这几个地方 其实都是属于上海消费比较贵的地方 但是咖啡你看 其实也没有说贵到离谱的那种 也还好 不过今天开销有点大 地铁也坐不起了 只能骑车回去了 贵求观众老爷们的点赞 走了